至于较早前抱病完成了歌唱的容祖怡 就说未来这年定下了一个新的人心目标给自己 最不舍得可能是这个节食多月换来的fit爆身型 其实最努力就是收身 我就得到现在的效果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学纳鸡棍 其实本来不是很喜欢吃东西的 但现在好像看到东西都想吃 我想吃今年很流行的鸡煲 不知道为什么 很辣的 但不是鸡胸的 里面没有鸡胸 是的 走鸡胸 要求走 我想吃点辣东西 因为很久很久都没吃过辣东西 吃饭 Joey讲笑话 男友师兄细心支持是她的太阳 加小分吧 我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正能量 很正能量 没有东西可以难得到我 但是遇上一些病 又吃药的情绪是有影响的 所以必须有一些正面的人在身边提醒我 告诉我 不要 要笑 即是记住要笑 还有想得更正面一点 不是我自己想得那么差 在美场 Joey有感而发 我很想生BB 难道下一步就是 下一个步 都是 但是 不是那么短时间 因为我觉得做女生 都不能够太大 才生BB 但是 短时间之内 我还很想 工作上有很多突破 例如拍戏 舞台剧 所以应该不会那么快 发生到 到晚了 到晚了